因為這個法陽神屬性的譚經法和講道法 是的而且確不是那麼容易入了心的 為什麼呢?我們很容易會這樣思維 很多煩惱 耶穌你快幫我 哎呀 神還沒幫我 哎呀 神是不是忘記了我 哎呀 很困難 是不是很容易會這樣思維 我們很容易用人的角度思維 用人的角度思維 不然就會覺得很難做人難 事奉難 做基督徒難 就是因為覺得很多事情要做 要做得夠好 就覺得有困難 這樣的時候就會覺得重難 我們越是看到神的屬性 我們的人就越是 越是心就輕散 就像我和帝英奇那時候 我就是在那裡 哎呀 耶穌真好 耶穌照顧我們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陪著我們 就沒有重達煩惱 當我們越是思想神的本性 在祈禱的時候 我也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一個人就鬆了 經歷到神的平安輕散 然後他心也不想去急 心就會鬆了 在祈禱的時候就會感染到神的本性 在聖經看到的時候 也會看到神的本性 現在我用簡單的經文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有什麼神的本性 在以賽書四月九章十五節那裡說 婦人也能忘記 這裏沒有的 不用看 我可以了 婦人也能忘記 她喊她的煙鞋 綿須她身的兒子 即是有忘記 我都不會忘記 這裏講到神的本性有什麼 大聲呢 連遜 還有呢 愛護 這些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個都對的 很多東西 其他呢 這裏經文有講到一個重點字 愛 愛 祈掛 祈掛 她說我不忘記你 不忘記的相反是什麼 祈掛 她不只是記得你的名字 她掛著你 譬如你的朋友記得你的名字 還有你媽媽記掛 你有沒有分別 有 很大分別 你記掛你的子女是不是很不同 還有你記得的朋友是不同的 神就是記掛 她的本性 她很掛念 她是一種掛念的本性 她會記得每一個人每一樣東西 那你說死了 那我很害怕 但是你又想 你信靠她 你悔果 神就很記掛 她就說 這個人真的信靠我 你想服侍她 她就記掛 是不是 她有這種本性 OK 她的恩典是什麼 她的恩典 她會憐憐 她記住我們 她會關心我們 會為我們預備開路 她會定義她如何祝福我們 所以這個經文 就講到神的本性 講到神的恩典 之後 我們可以什麼做 神就記掛我們 神就記掛我們 我們都應該記掛神 是不是 還有感謝神 經常記掛我們 感謝神 經常怎麼祝福我們 我們就算算恩典 神做在我身上 我就記住了 這也是聖經教導我們的 就是 詩篇裡講到 如果講到 王的好東西 我就有快手法 可以寫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神的東西是很好的 OK 我希望大家看到什麼經文 都會想到神的美事 好了 耶穌說 靠著我 靠著我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這個經文 有什麼神的本質 本性 是的 他的能力 還有呢 服從 服從 服從屬於什麼呢 服從 服從屬於做的 神的本性 權 權 權兵 OK 神有權兵 還有呢 神這種 他那種分享的心 譬如 中國人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教曉徒 就沒有師父了 是吧 所以師父總是教 少一點 教七分 是的 但是神呢 他就很想你有這麼多 靠著我 加給我力量的 就是神很想我們 經常靠著他 經常看著他 在這套電影 天堂小屋 其中有一幕 是這樣的 他在一個艇 那裡 突然間那個艇 磚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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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害怕 那麼 耶穌就站在岸 那裡 耶穌說 你看著我 但他看了水 沒有那種力量去看著耶穌 耶穌說 你看著我 你不要看那些水 他看著他 蛤 那船又好了 沒事了 然後耶穌又來 帶他出去 走在水面上 就是說 看著耶穌 神的力量就會來了 神能夠把這種力量給我們 神真的很想給我們 好 我們又想一下 為什麼我這樣做呢 我是想大家能夠 因為當你每天這樣的時候 你自然會學到神的本性 耶穌跟洗腳有什麼本性 神的本性 有何謙卑 有何謙卑 好 還有呢 服侍的心 很勤力 耶穌很勤力 神很勤力 神很勤力 不斷服侍人 他的一點是什麼呢 他就是去服侍我們 他很謙卑地去幫我們 每一方面 每一個人 英文說 Taylor mate 即是怎樣 Taylor mate 即是 個別幫我們每一個人 根據你的需要 我們這樣的仇 我們有何謙卑 神是為我們洗腳 我們應該怎樣 開心 我們又感謝神 服侍我們 我們又去服侍人 所以每一個經文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三項是甚麼 一齊說 不用按摩 第一是 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 第二 神的一臉 神的一臉 第三 我們怎樣跟從 好了 我們跟著讀了 如何親近神 來被神改變 活出神的聖情 可以有服侍領袖的質素 第二 就是在討告中讓神 感動我們活出神的聖情 即是說 當我們看的聖經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在祈禱的時候 神啊 給我有柔和謙卑的心 所以在祈禱的時候 可以怎樣呢 我可以了 啊 神是柔和謙卑的 我都可以柔和謙卑 神是輕鬆的 我都可以輕鬆 那祈禱呢 有些人祈禱都很緊張 輕鬆些 耶穌幫領我的 Hallelujah 不用單單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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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留意我唱歌的時候 才會很柔和 這都是聖靈教我的 在我學唱歌的時候 老師也教我們 放鬆一下我 很多人唱歌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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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不同 我們可以說話也是 說到的時候 你們要用愛心啊 要說什麼聲音 好像不好配合 我們可以用愛心 即是說話都可以很柔和 當你祈禱的時候 耶穌在陪我 耶穌在祝福我 可以謙卑服侍人 Hallelujah 那些人 整個人就會柔和於卑 但又不是變成豬油包 豬油包 豬油包 又不動 神是坐著睡著 但我們是柔和出來 是有動力的 即是祈禱中央 神 把他的聖情 你看見他的經文 既然神是這樣 我也可以這樣 神是很樂意給你的 神是否需要你的喜樂 神是像喜樂的神 我便可以開心 神是愛心的 我愈愛人 神就愈歡喜 第3 宣告神恩典的禱告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 即是神經常去宣告 這裡你不用看 因為你回去可以看 但我告訴你 神在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陪著我的 神在看錯我的 神要興起我的 即是全部都是神在我們身上做 祝福我們的說話 一起來就是這樣宣告 而且經常盡量多 這種禱告有什麼幫助呢 就會令到你知道 哇!我真的被神吻到焦了 神真的看著我的 我們祈禱可以用這種說話 很少人祈禱說 神吻到我們吻到焦了 這些說話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傳統的祈禱方式來的 為什麼這樣祈禱呢 其實我們跟神可以很親切的 用這些最親切的字眼都可以 神啊 我真的想到你就吻了 但你真的和我一起 我真的好想好想 好舒服 好享受的 好喜歡的 其實我們可以和神 有這種的溝通方式 宣告神的恩典 人們就會深信 我們不是爛柴渣 我們不是沒用 我們是很特別給神看重 我們是很寶貴的 我們是重要的 就算有人罵我 不要緊 他罵完我 不會拿走神的恩典 不是他罵完我 我就變得蠢材 沒有用的 我一樣是這麼有用的 我就不受人影響了 然後就是愛慕神的討告 愛慕神 喜歡神 神啊 我渴望你 我喜歡你 我需要你 好少日期都用我需要你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 神啊 我需要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陪著我 我很想你和我一起 有你我就開心了 這種是回應神 我又嘗試幫大家思考 我給一個例子 你看看你講出來什麼 神經常愛我們的 這是什麼 恩典 恩典 我很愛神 這個 回應 回應 或者是愛愛 回應 愛慕都可以 或者敬拜 OK 神是 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恩典 OK 大家都很聰明 已經明白了 神又給我一個互動的討告 大家有聽過互動新聞台嗎 大家可以容易記得 互動的意思是這樣 互動的意思是這樣 互動不是重複 互動的意思是 我們一直愛慕神的時候 聖天說什麼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就要將祂放在高處 我要叫祂成為尊貴 是嗎?聖音角 我們親認神 神就一定親認我們 我們想在耶穌裏面 祂就想在我們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 就是神其實是回應的 是嗎? 所以我當我們每一次祈禱 我們都深信神在回應 就是怎樣呢? 我愛神 神很喜歡的 神很喜歡我 我愛祂的 我悔改 天上都為我歡喜 聖天說了 是嗎? 一個人悔改 是不是只是說到 未信耶穌的人悔改 由神天上歡喜 是任何人信耶穌很久 就算是全人悔改 神都很喜歡 天上都為祂歡喜 那你就悔改 今天我罵了老公老婆 你赦免我 我願意向祂認錯 天上 哇 很開心 因為看到你的心改變 所以你每一次祈禱 多謝耶穌 心就想著神現在很歡喜 這一種互動 祈禱 即是說我一邊祈禱 我一邊用聖經的應許 我深信神是很歡喜 神是聽 神有機會去幫我 有什麼不同呢? 那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對神更有信心 你祈禱更加享受 你知道你在祈禱 神是喜歡的 你就更加有力量 你就不會殘 很多人殘 神是很慘 我這陣子都沒有力了 哎呀神啊 我的天佬都沒有力了 怎麼辦呢? 一越看不好的東西 就越無力了 對嗎? 但是其實 總之你向神說的話 神都質而堅定 神都立刻回應你 哇 神立刻 有些告白 即是 以前有告白 講到一個字 我看著它 因為名字很特別 是有些什麼產品 但是我們不是什麼產品 而是 我們看 耶穌啊 你立刻看著你 立刻看著你 立刻聽著你 是不是很好啊? 所以 我們可以有這個互動的祈禱 是給我們很有信心 我隨時祈禱 神都陪著我 這個觀念 是神給我的觀念 是一個新的觀念 其實是有的 不過我沒有聽過人這樣說 我多謝神給我很多這些紀念 希望大家放在記憶 是不容易記住的 因為你在走的時候 謝謝耶穌 那你的心就這樣 耶穌現在很開心 感謝主 不是嬌我 我好大小的 我已經祈禱了 耶穌立刻幫我 不是大小 是我們祈禱 很卑名 不過神呢 是不嫌棄我們 神經常都看著我們 那時候呢 你的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聖經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這個信心一起說 聖經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我不用擔心神沒有做祂的工作 我不用擔心神沒有做祂的工作 很多人想教神的神 神啊 如果你這樣做 你帶我兒子信耶穌 神啊 你做不做這件事 我們很多時候想教神 其實神知道怎樣做 是我們沒有被神改變 我們想幫兒子信耶穌 誰不知我們自己急躁 兒子不信耶穌 你越被神改變 你兒子就越信耶穌 好 記不記得這個互動的禱告 希望大家記得恩典的禱告 我們愛慕神的禱告 我們愛慕神的禱告 和互動的禱告 這裡我寫了經文 《詩經教》一篇 十四到十節一起同學 神說 因為祂專心說我 我就要答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命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問祂 祂在今晚中 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答救祂使祂尊貴 這裡看到 因為祂專心愛我 神就說 神就答應了很多東西 祂愛我 我就要答救祂 祂知道我的命 我就將祂放在高處 祂求告我 我就應問祂 祂在急難 我就要與祂一起 我要答救祂 試祂尊貴 是不是很美 神就是這麼美好 第六 就是我們想讓神改變 信服神的感動 當聖年感動我們的時候 當聖年感動我們 不要發脾氣 要輸 神給我描述的鑰匙 是甚麼呢 連述 就是怎樣呢 傷害我們的人 都是被人傷害過 這裡電影都有說 神將你的意念 都有似彼不同的人 神將你的意念 都有似彼不同的人 我都有說到 祂會連述祂的爸爸 神引導祂 你爸爸會懂傷害你 因為祂的爸爸傷害他 一直追著追著追著到哪裡呢 阿當 就是因為人類有罪 一直追著追著 追著就是人類的 始祖犯罪帶來這麼多的後果 所以當我們看到有人 是不好的神 我們就說 其實他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今天傷害我 你就會連順他 你就會嚴恕他 祈禱的時候 神會被你彈起人物 我到時都會有 但這些人物 我就是為了祈禱 我亦都有一個柔和的心 對祂 即是說祂曾經有甚麼對我不好 或者我有甚麼對祂不好 我也有一個柔和的心 去 神啊 我願意下一次對祂更加好 我願意更加祝福祂的 你的心就越來越融和 當你時時的討告聖靈 聖靈是經常感動我們 只要你聽神的感動 祂的感動就越來越多 這個我發現真的很奇妙 真的我們的神是很有回應的 我一起說 我們的神是很有回應的 你越回應祂 祂越多回應 祂越多引導你 你就在洗碗、掃地 你就想起有甚麼水 旁邊淪舍 誰比他生氣 有誰對你不好 你就想起那個人 想起那個人 你就不繼續生氣 神就感動你 祂連順他 其實他都是很慘的 有很多痛苦的 有很多煩惱的 你的心就連順他 你見到他 你都會微笑 關心他 問候他 送些東西給他吃 你就可以建立到關係 其實送禮物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有時候那些小禮物 那些糖、糖果、種、種 那些小禮物送給人 真的會建立到關係 好了 怎樣從神領受牧人領袖的 失掃、智慧、恩賜、文革 第二頁所說 主要是活出神的聖情 讓神改變 我再重複一下 第二頁所說的 我正在重複 第一順著 讀經文的時候 發掘神的本性 和祂的恩典 然後我們怎麼回應神 這樣看聖經就會深入很多 更加發掘神 更加明白神是怎樣的 第二 第二 在祈禱的時候 讓這種聖情 你看完神的本性 就感動我們 也有這種聖情 然後第三 就是宣告神的恩典 哇 神真的很愛我們 關心我們 第四 就是愛慕和敬拜神 我們全身為愛慕神 有一個悔動的討報 當我這樣愛慕神 神是很歡喜的 當一個人 真的經常把神放在首位 今天我所說的真理 如果你說 神是最美好 我跟上神就一定是最好的 我不跟上神 不跟上神就有虧損 當你活在這種恩典 這種方式 神是會很歡喜你的 他說這個人 又在走這一條路 就是完全走在我的路上 為什麼完全走在神的路上 就是我很喜歡神 很喜愛神 我完全走在神的路 整天想到神的恩典 於是我的生命流露出神的恩典 這樣的人 神是很喜歡的 神是會把很多好東西給你的 你的生命就自然又成為一個 一個連續的 連續的 博人領袖 有些人 稍為接觸我 我都沒有 不記得 曾經有些人 他找我 也有很多人 看網上的電影 找我 然後他說 某時候 在哪個聚會 我見過你 我聽到 我覺得開心 謝謝你 記得我 他說 他告訴我 當時你給我的感覺 覺得很親善 好有一種目者的心 好有關懷的心 好感激 神 神給我這種聖 就是 有神的生命 我看到誰 我都是說話的方式 都是一種柔和的表達 關心人的 就留下一個 讓人感受到天父的愛 我都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我又說 當你有這種心 神真的會碰到你 很興奮 他就說 這個人真的走在我的心意裡 神就興奮 這個就是 我們的生命改變 互動的討告 經常都說 我在這裡祈禱 神就喜歡 我這樣走神的路 我練習人 神就喜歡 然後就順復神的感動 神感動你 去對你的丈夫太太 對你的家人 對你的周圍的人 對你的牧者 如何祝福 如何愛護 神就很歡喜 你越聆聽神 越回應他 就越祝福你 好了 下面就說到 牧人領袖的質素 智慧、恩賜和能力 生命是第一 但是侍奉的能力 是另一種 這個都需要 是不是 例如 我稍微說一說 你留意我 宣講信息 一方面 你可以留意到 我的樣子輕鬆 開心 平安 這個是生命質素 但是另一方面 你留意我講話 不是很清楚 一、二、三、四 還有給你們一些回應 如何可以回應 又有自由 又有表情 又有動作 又很輕鬆 不是硬斑斑 這些都是一些 作為領袖的質素 是要學的 是要學回來的 如何講話清楚 也要學回來的 好了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些質素呢 第一 處理自己的話事心態 就是我們經常想話事 或者有什麼負面的事情 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硬斑斑 第二 可以用德性五毛谷 來處理任何負面思想 情緒和罪 因為我們人人都有 要清理垃圾 才能夠被神改變 下面那裡有重點字 我們留意的重點字 一起讀一字五 這個德性五毛谷 都是神給我的 第一 留意到相關的問題 第二 深信者問題 比有關性 第三 用聖經觀念處理 聖經教導 我們怎麼做呢 第四 討告得利 第五 選擇上來手 就是我們發現我有任何好的事情 我留意 第一個重點 留意 第二 我留意到 我容易發脾氣 容易懵惰 容易煩惱 然後我深信有破壞性 然後聖經觀念 聖經教我怎麼做呢 聖經教我如何猶和興非 以善性樂 然後討告 得利 然後我選擇順復 這個德性五步曲 你如果選擇 我選擇三步曲 一、四、五 就是怎樣 留意到問題 立即討告 然後順復 二、三是什麼呢 一、二、三就讓你知道 每一樣罪都有破壞性 還有 聖經的觀念 但如果你已經時時有聖經的觀念 知道是以善性樂 祝福人 關心人 遙書人 不要計算人的惡 這樣的時候 你已經有了聖經的觀念 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跳跳去 一、四、五 一發覺自己有些生氣 立即 耶穌說 幫助我 耶穌說 你心裡很柔和謙卑 你不會生氣 我一直在祈禱 神啊 幫助我 心裡鬆了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然後我選擇 祝福祂 祂 祂明明在罵完我 走出來 我又在祂微笑 又關心祂 爲什麽我罵完我 祂都是這麽好 他起初可能都不接受到 但慢慢地看到 原來你整天都是這樣的 你被人罵完 你都是一樣柔和謙卑 他就真是 心服口服 第3個 處理自己 為什麽不想服侍人 我們有這種 福人 這種的心態 我們要處理 為什麽 為什麽我不想服侍人 為什麽沒有這種服侍的心態 為什麽我看見人 覺得人凡 要痛苦 為什麽有人會嫌凡 我要要去問問一下自己 有些人說 我是不喜歡合群的 我不喜歡跟人太近 我不喜歡稱話 自己的事被人聽 我又不喜歡聽到大家說話 有時候我們是一個小組 有些人分享有些困難 我就發覺 很多人就開始 降低頭 來來去 沒什麽心機 他一闔厚多久 我都一向後 我看な��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都是由他心发出的 但是很多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没有兴趣听人说话呢? 因为我们不关心人 基本上人是不关心人的 我们要学到这种关心的质素 我们就处理为什么不想服侍人 第四 一起读一下 深信作木人影咒,甘得神力起源 神是喜欢的 谁愿伟大,就必作你们的容忍 就是你想成为伟大的 神天国伟大的人 你就作众人的牧人 祝福人神就叫你成为伟大 第五 如何得着牧人领袖的质素 智慧、恩智和力量呢? 如何得到这些呢? 这些一定是由读圣经、祈祷、学习、观察、思想、应用 比如你看到我的质素 其实我有很多讲道的方法 都是有时我观察到人 有时有些就不是的 有时我领受到神的质素 我就活出来 但是我见到有些人说到很三眼 很多动作 我又说可以这样 那我又留意一下 如何动作更加自由 我发觉由脚动起 这也是神教我 就是由脚动起 你就会自由一点 就不只是 你要为耶稣 就是用手的 整个人 我就留意到 我就学习了 你看到人有什么质素 你就留意 你就祷告神 让我自由 我弹琴也是 我试过一次 为什么弹得这么自由 在圣灵充满状态 我可以怎么再重复 做一样 那我就继续做 就一路进步了 就可以随时随地 都可以感受圣灵 如何让我带你 这是需要我们时时留意 比如智慧 不是一下子 有些人说 我先说我祈祷事 给我 愁臣给我 彈琴的恩赐 我都会有帮助 不过最重要是你要练我 不是我祈祷 你又可以 又可以彈琴 又可以领敬拜 又可以讲到 是一定要学习 是需要我们的常生活 就是要学习 去粗练 肯定答出来 肯定答出来 放胆做 放胆出来 分享的时候 放点 轻松点 可以吗 开心点 笑着来说 一路有动作 一路有表情 你留意我的声音 我感谢神 你留意我的声音 很有感情 有力 但是不硬 其实这些可以学的 你回家去海滩 跟我说 耶稣很快乐 跟我说 耶稣很快乐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阿里路亚 有时候有些人有些 耶稣真是游和谦卑 一起说 耶稣真是游和谦卑 耶稣充满能力 我信靠耶稣 有无限的力量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可不可以一会出来 都是这样分享 是呀 哈哈 这些是需要学习 要留意 你留意到些什么 我就给自己一个 project 就是好像一个计划 我这个月 我要学习什么 我要学习 有什么进步 在金堂 有什么要出来 分享时有进步 在小组分享时有进步 行不行 试一下进步 好了 讨论问题 这些呢 很多的学习 有什么要在神牙前处理 譬如怀疑神 register 心态 不信服神 丫我 如arez 昨天 有些人没有这个独人的心 有些人没有领袖的心 没有领袖的心 为什么?你做吧 哎呀,不要做我了 不行的,我做不行的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心 觉得自己总是不行的 其实你懂得带你的孙 你已经可以带别人了 你懂得带你的孙 跟着你,快点一起去哪里 行不行 可以的 你带到孙 你带到别人了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 伯仁的质素 领袖的质素 好了,接着第二 你有没有从主领受 什么是伯仁的领袖的质素 或者是恩赐 可以如何发挥 譬如你说 神给我关心人的恩赐 宁敬拜的恩赐 辅助人 体恤人 聆听人 这些质素 分享一下出来 为什么呢? 分享出来你会更加走出来的 不是叫我 而是说什么呢? 神真的感动我 会关心人 去听他说话 去探人 我真的有这种动力 那你就分享出来 就鼓励其他人 而且你越说越成为真实 好像我自己说这个 泛阳神属性的茶天法 我越说越说得简单 越容易明白 你听完就很容易明白 那你就应用不了出来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学习 找一些你的恩赐质素 好了 第一就是如何处理我们里面的垃圾 你怎么成为一个仆人的质素 第二就是如何由这个领袖的智慧 就是因赐能力 那我就希望大家跟着主题 这个很重要 分口的时候不要说 哎呀我的孙啊 哎呀 那些跟我们今天没关系 没关系 要说回牧人领袖的质素 有什么难做和有什么恩赐 然后出来说 又请你跟着主题 并且在写筆记 待会坐下的时候 几个讨论的时候 有什么质素 有什么分享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 然后你就将它总括出来说 好吗 行不行 记得跟着主题 还有出来 生动点 开心点 这样你将来到什么地方探访 你又跟那些人说 关于耶稣 耶稣真的很好 我整个人都开心了 那些老人家就牧牧看着你 听你说话 行不行 可以 行不行 好